两人偷长静果却突然被列车员打断检查车票 女孩天生反骨 火车轮船甚至在后车室 她都因无法按捺身体的躁动而迸发爱意放飞自我 谁知这放浪的性格竟给她的未来埋下恶果 凯瑟琳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 她刚刚获得英国皇家电视学会的杰出成就奖 这份荣誉也将她推上了顶尖作家的行列 凯瑟琳的丈夫事业有成经营管理家族集团公司 对妻子宠爱有加 他们还有个听话的儿子 这天凯瑟琳收到一本名字为《完美陌生人》的小说 《飞页》上写着仅已献给我的爱子乔纳森 凯瑟琳心中突然闪过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书中描写了一个放浪女人的情史 那些露骨的激情话语甚至身体特征正表明女主就是凯瑟琳 究竟是谁要揭开这段自己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那个埋藏在心底多年前的秘密也再次浮现在她脑海中 儿子十岁那年丈夫忙于公务无法脱身 凯瑟琳只有带着儿子来意大利度假 在沙滩上身材火爆的凯瑟琳被一个年轻男子偷拍 她发现时并未生气而是用温柔的气泡音问她 这是我认为你刚才做的 我抱歉 你只是在海洋里面 在海洋里面 有一个天空 在你身边 逆光将凯瑟琳的身体曲线勾勒得更加迷人 青春懵懂的乔纳森几乎窒 她和女友一同来到意大利旅行 女友因家里有急事提前回到英国 无所事事的乔纳森只有一个人玩 似乎凯瑟琳也对乔纳森充满好感 她得知乔纳森女友提前离开时 马上提起了兴趣 她问起难道你对成熟女人没有感觉 凯瑟琳一点点抛出过火的话题 凯瑟琳只肩缠绕发丝万分妩媚 她的眼神也愈加油离 手指触碰酒杯画出优美的弧度 更让乔纳森欲罢不能 临走前凯瑟琳留下自己酒店的钥匙 深夜乔纳森如期而至 凯瑟琳引导青涩的她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浪漫的回忆却让凯瑟琳半夜起来呕吐 原本只有两人知道的隐秘经历 为何在书中描写的如此清晰 究竟是谁要让自己身败名裂 终于熬到天亮 她拿起这本小说就要烧掉去被丈夫拦下 凯瑟琳忏悔自己不是个好妻子 一直以来她和儿子的关系非常疏离 她解释自己又太多事想告诉丈夫 但不知该如何启齿 凯瑟琳将25岁的儿子尼克赶出家门 让她独立 原本罗伯特并不支持妻子的行为 然而最终她还是出于对妻子的爱 让儿子搬了出去 她安慰凯瑟琳不要内疚 她的行为只是让儿子能尽快独立 这一切只是凯瑟琳妒忌父子毫无障碍的亲密关系 凯瑟琳却始终和儿子之间横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同样儿子也收到了这本书 她问起儿子对书有何看法 儿子说结局很爽女主最后死了 凯瑟琳拦住儿子说小说不该这样写 然而故事并非小说中那样 现实中男主角乔纳森却和凯瑟琳在一起的几天时间内意外离世 这也是凯瑟琳一直埋藏在心底不想提及的秘密 这些照片和小说全部来自于乔纳森的父亲 布里斯托是从业50年的优秀教师 他曾连续多年获得最受欢迎优秀教师的荣誉 他对教学全心全意一片热忱 他原本的幸福却被儿子的突然离世打乱 妻子也陷入巨大的丧子之痛得了癌症 九年前妻子也最终离开了他 当他终于决定忘记那些伤心是将南希的衣物让人清理完毕 却发现衣柜下面露出了南希的皮包 里面有他和儿子的合影还有一只用过一半的口红 巨大的悲痛再次袭来让布里斯托不能自已 突然从包里划出一些照片 热爱旅行的儿子喜欢记录旅途 里面除了儿子和女友的合照 后面还有一个成熟女人多张一丝不挂的照片 布里斯托克一眼认出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当代女作家凯瑟琳 儿子死后南希禁止别人动他房间里的东西 最后南希直接住进儿子的房间 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出来 布里斯托克每天能听到南希敲击打字机的马字声 今天布里斯托克终于有勇气走入尘封已久的屋子 她用钥匙打开抽屉 里面是一把匕首和一瓶摩斯 最里面是一本妻子写出的小说稿件 上面写着仅以此书献给逝去的爱子 书名是《完美陌生人》 布里斯托克认真读了这本小说 她明白了妻子写下小说和这些照片的意义 退休的校长看后认为小说写得非常精彩 她告诉布里斯托克可以把这本小说印刷100本后放到网上 她愿意帮布里斯托克完成这一切 很快小说就印出成品 校长注册了一个账号计划挂在网上售卖 她打算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 然而布里斯托克却并不想这样做 她只想一个人看到这本书的内容 她先是将书快递给凯瑟琳 又去往百货公司以顾客身份找到凯瑟琳的儿子 作为对她热情服务的感谢 布里斯托克特意送给她一本小说 随后又将一个快递放在凯瑟琳丈夫工作的前台让秘书转交 对妻子百分百信任的罗伯特看到了这本小说 里面的照片更是吸引了她 一张张带有妻子私密部位的画面跃然而出 很明显妻子也沉浸在对拍照者的线位充满诱惑 她才想起这些照片应该是十几年前妻而出行的那次意大利之旅 而这些照片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今天的秘密